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已經進行九年多的 台南市區鐵路地下海的工程 本地災企頭早六點 要把北區的鐵城河 黃村鄉的兩間處 共桌它鐵條 不過自豪跟自救會強力來煩恐 甚至在雜貨 包括到經民的衝突 這個處處黃村鄉 最後決定簽這個設計師 同意兩五月後來召走 不過後天在青蓮路 還有三尾要來處理 鐵圖叫說 也是按照就計畫 把這三尾把它拆掉 吳村鄉親人跟民眾大聲要求警方 將這個煙燦媽的拆條犯進去關鍵區 是要警察暴力法嗎 經過八點前後 總算是剛才四點出現全金 蔡親戶協調 同意再給予兩個月的自行 採取的單簽 以及是增加戶的時間 簽拆簽的董議書 董議兩五月挑貸番窮金 公共建設你就去做 用公共遊地做就好 你不要來一直抽民地 我們的思想就這麼簡單 公共說九年外空間不是為了補充金 雖然還已經簽設計師了 憲哥議員是要繼續協調 我只是他所言後兩個月 這兩個月再討論怎麼處理 台南鐵路第二塊的工廳 二公開九年限定等於四天 二公一九年以外 完成進修補充的法定停輸 沿線總共有三四十戶的拆遷後 台南市政府經過民外交通 就台東所謂貸主人道和勞蓋 同意點到第二項目 本來還存五個月 既然拆遷後 也在黃村鄉特協後 春三個在青年路人家住 二三替杜救會去拆遷 像這關報名空間外面 市政府和替杜救 都不跟台北方的賺金 之後又升級 就怕說有個發生嚴重的懲吞 旨空間外交通 但是跑道家不太有 旨客的人 照片 旨客人